高雄一名男子在宮廟起歸活動當中 連續植出了九個聖角 贏得了三萬斤的大龜王 而大龜王是由白米、砂糖還有餅乾組成 在今天是舉行了放生儀式 把組成大龜王的白米拆解 分送給李明 每一戶可以得到五公斤的平安米 就是要祝大家平安健康 一包一包平安米從龜王身上拆解下來 這些平安米準備分送給李明 原來高雄一名男子日前農曆二月初二 在宮廟舉辦的起歸活動 以連續九個醒歸贏得三萬斤大龜王 巨大龜王得動用連接車搬運 一路從宮廟移至廣場 途中設置箱案祈求順利平安 而獲得龜王的男子任職一間環保公司 由於今年公司轉型派出超過十人 以公司名義參加活動 最後由他獲勝 龜王重量超過三萬台金 有372袋白米 140袋砂糖 26支金龜 以及價值4萬6千元的餅乾組成 比去年龜王增加將近250台金 為了回歸鄉里將龜王身上白米拆解 分送黎明 每户可分到5公斤 開不開心 開心啊 頂米的意義是什麼 平安 平安 發放平安米分享好運 讓大家吃了以後 龍年健康平安順遂 記者亮這位 肖志遠高雄採訪報導